九三軍人節 國防部鼓勵弟兄穿軍服上街 這位國軍弟兄好勇敢 歡迎請他 各位用吹 歡迎說來引來熱烈掌聲 在軍人節這一天 好多人穿軍服上街用餐 有人吃素食餐廳 國防部副部長李喜明 還帶全家大小一塊兒用餐 還有海軍大聚餐 氣氛溫馨 不只是吃飯 娛樂也全包了 看電影如果穿軍服會打折 同樣也是海軍 包了戲院一整廳 包場看電影 對著鏡頭大方筆葉 還回傳到國防部 國防部甚至找來藝人 歡慶軍人節 所有辛苦的國軍弟兄你們好 我是小甜甜 還有許淑敬 國軍官兵謝謝你們的付出 非常感恩 你們辛苦了 不只這樣 知名遊樂場 也推出禮域軍人活動 穿軍裝一樣可以打折 有好多國軍弟兄 共享盛舉 9月1號開始 我們陸續有一些國軍進來 那像937的禮域田當天的話 到早上面也行為很多 大概有二十幾位國軍兄 國軍陸續有一些 然後幫他把我們家裡 上去就一樣 就是享受的福利非常的 都會啊 那我們可以找到家 就是也可以去休閒地方 不過這到底是領域 還是業績壓力呢 傳出海軍司令部總司令 說誰打卡最多次 就有獎金五萬元 對此國防部沒有回應 不過如果領域活動 成了業績活動 讓人人都有壓力 只怕也失去了原本 尊敬國軍的用意 昨天幾位有雙主席家旋 再次報導